我自己覺得第一場比賽在球員出發點和球會出發點會有點偏離 因為球會都希望我們在這場比賽中間吸收到對中超強隊的經驗 去準備打拳的資格賽 反而最後是自己做得不夠的 第一場比賽可能是生理層面 當一場有儀才會多些 第一場有這樣的教練之後 可能第二場我們所有球員在生理層面 一定很重視這場主場比賽 希望可以在主場贏這場比賽 可以表現到自己極致的風景 以及表現到自己競爭的人 在後果冠賽中間可以表現到 所謂的畫面 正在超級像中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